欢迎回到市场有约 新传媒八频道新选幻剧 花花公子就以轻松有趣的方式 讲述了一对兄妹 她们的样貌如何先后变成同一个女孩子 花花 并和男主角高宇非高公子 发展了一段感情 没错 那剧中的其中三位主要演员 黄俊雄 包勋平和洪林 早前就和我们聊了聊 他们这次饰演的角色 马上来听一听 我在花花公子里饰演的就是高公子 花花公子 他是一个霸道总裁 就很嚣张 然后会我心我素走路有风 然后利用自己的姿色 然后去让别人帮他做事 所以是一个非常有自信 然后完全可能不理别人的 是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 在他身上其实是有魔咒 他小时候就遇到一个美女姐姐 吻到了他的额头 过后他发现他亲吻的每一个女生 其实他就会打嗝 然后很尴尬 所以看起来他就是在寻找他的真命天女 每次遇到一个女生 他吻了她过后 打嗝 过后就把她甩掉 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在戏里面饰演的角色叫陈大天 陈大天他是一个大男人 然后他非常的不尊重女性 也瞧不起女孩子 所以当他的女朋友挺可怜的 然后我在戏里面 洪林其实是我的妹妹 然后我跟Alvin的关系 其实也挺逗的 因为一开始他是我们的 算是我们的屋主 我们跟他建筑一个店屋 然后后面 我的这个杀妹妹就喜欢上了 这个高公子 因为这个高公子 高富帅嘛又有钱 然后我其实不是很喜欢Alvin的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不真诚 然后我怕我的妹妹被骗 然后就整部戏下来 就有一些比较蛮有趣的事情 跟他的一些戏 我在花花公子里饰演的是陈雪莉 那雪莉是一个非常爱打扮 非常白目 喜欢以貌取闻的一个女生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这么好玩的角色 角色上的造型 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比如说我头发染了金色 那还有拍戏的时候 也戴了有颜色的影星眼镜 那其实每天拍戏 高达12小时 戴着影星眼镜会很不舒服 可是我觉得 这对角色是加分的 所以很值得 理清了人物关系 马上来看看预告片 她 邂逅了她 她是我的 正确实吗 你骗着我吗 却得适应不同身份的她 你果然和别的女人不一样 她 附身变成不同的她们 怎么会这样呢 却与她 剪不断 理还乱 你是我的真命甜蜜 嫁给我 格式情缘 真的难分真伪 你是注定没有结果的 你不会记得我的存在 瑞恩挑战不同演绎 你认得我 我是花花 我们知道 薰平和红林饰演的角色 大天和雪莉 分别因为看不起女性 或是以貌取人等 不尊重人的行为 而被惩罚变成了 花花的样貌 其实相信大家 无论是性别 样貌 年龄 或者是身份 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 都会希望 被其他人同等的对待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这三位演员 有没有碰到类似的经验 我觉得其实以貌取人 在这个社会 真的还蛮严重的 我还记得 我还没入行之前 记得有一次 我就穿得还蛮邋遢的 还穿个拖鞋去购物 那进店里 只是进店里去看看 既然有店员说 不买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就听了还蛮受伤 还蛮伤心的 就觉得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这样子 以貌取人 所以他现在名牌包 一个买一个 没有 一进店一定要买 要不然我不离开那个店 刚才是以物取人了 不是以物取人 因为我小学比较胖 然后我又姓包 然后每个人都笑我 很像一粒包这样约 也没有算被歧视 就可能被同学取消 所以同样的 就可能跟大家 鄙视女孩子 不尊重女孩子 那种感觉也是一样 所以我飞飞胖胖的时候 可能觉得 大家都没有很尊重我 所以我立志 长大过后 就要被我一粒圆圆的包 一路来都很帅 都没有人会想要歧视他吧 其实说真的 会有 因为说也不能说歧视 就感觉上 什么是不公平 待遇 以前可能比较认真 然后觉得一些 什么争议感 什么东西 那其实入行 当然 好评也有 被批评也有 我现在入行了14年 感觉上 之前可能一些 听到一些 之前没有自信 那听到一些 好话的时候 我觉得只是在奉承我 听到不好的批评的时候 就容易受打击 但是到现在 我其实就是 每个人其实 你看到我的好的 也看到我的坏的 那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好处 还有那些不好的 只能尽力的一直把自己做得更好 但也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嘛 那听到他们三个人的分享 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 每一个人都抛开有色眼镜 排除对他人的偏见 这部电视剧呢 是部选换剧嘛 那么在剧中呢 大天和雪莉都曾经被附身哦 那么如果有机会选择成为一个 你想当的人的话 三位演员会想成为谁呢 我要做Alvin 别多想要做Alvin 对 Alvin的家很大 我很想有一个大屋子 我很想开跑车 我很想跟Alvin一样帅 40岁看车像20岁这样 你小心你听到哦 我觉得我想尝试一下当我妈妈吧 了解一下他的思考方式 然后他整个内心在想什么 因为怎么说呢 偶尔可能有时他会情绪化一点 因为我跟他性格也蛮像的 跟他是很亲的 但是偶尔也会有口角 那我想希望了解他多一些 Alvin的很有深度耶 我跟红林太肤浅了 我是这么像 所以我们才要变成像他 那在拍摄当中呢 我们也问他们在拍摄这部戏的时候 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什么 那三个演员都一口同声地提到 是要遵守防疫措施 比如说像戴口罩 或者是保持安全距离等等 此外薰平还透露 这是他因为拍戏收到最多红包的一次哦 因为通常我们拍戏的时候 如果有拍一些比较忌讳的东西 还是不大吉利的东西 都会给红包 那为什么会给呢 我就不要剧透先了 不过这部戏是我有史以来 收到最多的红包 而且红包里面的钱挺多的 还不错 那今天的《诗诚有约》就播报到这里 那欢迎收看浏览我们八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诗诚时事》 Facebook页面来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